至少兩個邏輯 所以邏輯裡面 假如說你有兩個 比如說這個題目是 他的體重45公斤 可是呢 他的應該的標準體重是57.4 所以兩指之間怎麼樣 相差了 很大 差多少 差了27.6% 所以這邊會有個增減體重 意思是說 他太瘦了 他應該要增加 再增加 27.6%的體重 才是他的標準體重 所以他透過什麼呢 透過增減體重百分比 讓你知道說 學生裡面呢 他應該要增胖 還是要減肥 減肥的話是負啦 表示說呢 像這個負8.1的話 表示他的體重80公斤 可是他的標準體重應該是73.4 所以要減肥 減8.4 才是標準的 OK 那我們主要想要知道說 在備註裡面 我想要知道說 請你幫我填上 他到底 是不是標準體重 所以呢 他邏輯 如果他的標準體重 在正負5%之內的話 是標準的 反之 是不標準 OK 那問題來了 我如果希望用什麼呢 一負 所以這邊的話呢 會有個邏輯 是必要的 第二個呢 我假設我要用偶額 偶額是 連擊 那這個邏輯是這樣 就是如果他的增添 體重百分比 大於5% 第一個可能性 第二個可能性是 小於 負5% 這兩種情況 只要 其中一個發生的話 那表示什麼 他應該體重是什麼 不標準的 剩下來的 就中間這一塊 就是標準的 OK邏輯 應該可以理解 而且他不可能又過胖 而且同時又過瘦 所以偶爾的話 只要其中一個發生 那就表示 不及格 應該可以懂那個邏輯吧 只是要怎麼樣把這個邏輯 給做出來 大概習慣上的 第一個 插入函數 第二個的話用 邏輯函數裡面的if 那if裡面 只有一個邏輯 只有一個格子 但是我要表現 兩個邏輯 這兩個邏輯 一個是 過瘦 太瘦了 一個是過胖 兩個 所以兩個怎麼放在 同一個格子裡 我的習慣是打一個偶爾 偶爾 那偶爾 我就不用那個什麼 不用前面講過 就是用那個插入函數 因為直接打有時候比較快 而且字沒幾個字啊 前刮鬍 第一個邏輯是 當追事 如果大於5%的話 所以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條件呢 請你中間加鬥點 追事呢 如果小於 負5%的話 後刮鬍 OK 這裡面的話 一個格子 放兩個邏輯 特別是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如果這個 兩個其中一個發生的話 那表示不標準 所以我在 True的地方 輸入所謂的不標準 所以這邊的話 輸入不標準 反之的話呢 那就是標準 剩下來的 OK 標準 移開 正常是會自動幫你前後加雙引號 所以 理論上 如果裡面我是沒有打前後雙引號 不正常雙引應該會加 我還沒遇過那個 他不會幫你加的情況 所以 剛剛有同學好像剛好奇怪 移開 沒有幫你加 沒有幫你加 你要自己加 OK 好 那這個邏輯 應該特別注意 我打這樣的 打這樣有沒有 基本上就是 這個向上 5% 這個向下 負的5% 只要其中一個條件 為處的時候 那就是不標準 剩下來的 這個 就是中間這個區塊 OK 那我們按個確定之後 其實答案應該就出來了 確定 向下填滿 OK 就判斷出來 那 這個是用偶來做啦 所以 另外各位可以想想看 我們另外一個AND AND AND能不能做得出來 其實AND能不能做出來 其實也可以啦 邏輯上 剛剛是判斷這個方向跟這個方向 如果我今天要交集 AND一般叫交集 交集什麼 5% 以下 而且 負的5%以上 兩個有交會的地方 那就是標準 剩下來的 就是不標準 所以如果說呢 想要用那個AND 再做過一遍 其實也OK 那怎麼做 我想各位可以試做看看 主要利用連擊或交集 取得你最後的結果 判斷結果 我想這部分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用那個 如果 加上偶爾的方式 判斷 那做完當然 你可以再想想看 如果用AND來做 可不可以做得出來 當然是可以啦 不過怎麼做 請各位先 試著把 之後 我大概就知道怎麼做了 1 我要的是 怎麼 5% 以下的 不是 不是以上 以下的 負5%以上的 負5%以上的 這個區塊是標準的 所以這個叫交集 有交叉的地方 那有交叉的地方 那就是用AND 沒有交叉的地方 就是偶爾啦 所以 其實邏輯判斷不外乎就是 剛剛講的多重 比較難 還有連擊跟交叉 如果這些你會的話 工作裡面大部分的問題 邏輯判斷 都可以解決得出來 因為用來用去 大概就這些而已 那可是要怎麼樣 可以把剛剛這一題給做出來 一樣插入函數 用IF 第二個的話 邏輯部分的話 我們是 兩個邏輯 所以AND 交集的部分 那我交集的部分在哪裡呢 AND的錢瓜糊 就是 J4的這個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呢 如果它是小於 其實等於也算 如果是小於等於5% 如果5%也算標準的話 OK 第二個條件是 豆點 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呢 是大於 也等於也算 如果負5%假設也標準的話 那 等於什麼 這個 負5% 負5% OK 不要記得負的 後瓜糊 好 再來為初的時候 那這些這個邏輯是什麼呢 指的就是 它是在 標準的範圍之內 就是 在 5%以下 包含5% 而且是 負5%以上 它會有一個什麼呢 交匯的地方 所以 這個以下 這個以上 交匯的地方 那我用AND 那表示它是什麼 標準的區域 所以 如果為初的時候呢 那我就輸入標準 反之的話呢 就是不標準 按確定 按確定 那你把它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 雖然呢 用的邏輯不一樣 可是做出來結果 卻會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有的時候啦 就是邏輯 不同的人想的 可能會有不同的結果 所以以後 千萬注意啦 那個 公式的下法 當然會因為 因人而異 所以有的時候 參考答案 你用別的方法 你用 偶爾可以做出來 用 那個什麼 AND也可以做出來 所以這地方的話 提供了各位參考 那也可以想想看就是說 如果不標準 我如果希望再篩選 瘦的幫我找出來 胖的也幫我找出來的話 那其實怎麼樣 可以在不標準的地方 再去做修改 比如說我用偶爾這裡 不標準 前後雙一號選起來 我習慣把他抵律著掉 然後呢 在這邊再插入一個 一幅 一幅什麼呢 如果這個J4 假如大於5%的話 那應該就過瘦了 所以這邊的話 輸入 5% 就是他如果 大於 5% 那就是什麼 他如果數字越多 表示他要 增胖 所以過瘦 反之的話呢 就過胖 所以過瘦 反之的話就過 過 胖 OK 那你可以 要增胖或減肥 之類 反正換個名稱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呢 你會發現 向下填滿 本來不標準的部分呢 他就會顯示出 他是過瘦 還是過胖 有沒有 還是標準 不過 這樣看起來不清楚的話 你可以用什麼 設定格式的條件 新增一個規則 規則如果出現格 裡面的詞 假如說 等於是那個什麼呢 等於過胖或過... 假設你要凸顯是過胖那些人的話 那你就把這邊等於過胖 的那些 資料 用一個格式 幫我用 紅色的字 然後黃色的底 幫我改一下 讓我怎麼樣 知道哪一些過胖 實際上未來如果你是健身中心 的人員的話 如果你要行銷 當然就要找過胖那些人 對不對 跟他講 你要不要買那個什麼課程啊 你要不要加入會員啊 機會會比較大 不然他已經是過瘦了 你還叫他減肥 他怎麼減 標準的可能 所以呢 如果你要找到需要找的東西的話 第一個 你的邏輯要清楚 怎麼樣抓到過胖的那些人 那過胖跟過瘦通常是 先把不標準的先抓出來 再針對剛剛不標準的 所以我剛剛只有把不標準那個 雙...前後雙引號的那個部分 把它Delete掉 然後呢 再去插入什麼呢 插入那個... 一個衣服在這個裡面 所以其實 可能你們要學會的 我想慢慢就是要 在一個公式裡面 繼續在 加公式 就是 再加工 再加工 所以很多時候 你看到 別人做出來 非常複雜的公式 其實呢 通常都不是 一次做完的 可能是分很多階段做啦 他可以做得非常非常 你要怎麼去判斷就怎麼判斷 所以這裡的話 甚至那個什麼 過胖或過瘦 可不可以用多重的 可以啊 比如說 他可能 5%再上去 可能10% 15% 20% 25% 你要怎麼判斷怎麼判斷 還可以分 分等級啦 那這個部分的話當然 你可以在 連級交集裡面 再去做多重判斷 如果他太複雜了 所以我想 可是有的時候你要做那個 大數據分析的時候 其實就是有其必要 因為我們要真的去針對 來源的原始資料裡面 找到我真的想要找的 那些資料 針對那些資料呢 我再去做分析 或者做一些行銷啦 那個才是我要的客群 否則的話 全部的人 通通找來 其實他本來就已經很瘦了 你跟他講說要減肥 他可能聽不下去 但是他如果已經很胖了 你跟他講 一些相關的 比如說健身課程的部分 比如現在蠻流行 像怎麼做孕育啊 健身房 我想相對的 也會比較是對的 OK 那當然 因為比較精確 所以不會浪費時間 也不會浪費人力 你就怕亂槍打鳥 其實現在大數據分析 其實最重要就是準確 你要準確的預測 未來哪些 是最正確的 你再去做決策 自然就不會浪費 很多無謂的 那個 人力物力 OK OK 那怎麼知道哪些是正確的 你當然有一個 比較 這個 針對大數據 裡面去撈出需要的資料 那這些能力當然 我們可能會 用到的工具最簡單的 就是Excel 所以 請各位試一下 我剛剛又延伸出來 可以End 也可以在 原來的那個 不標準裡面呢 再去延伸出 過瘦或過胖 那最後的話呢 我要找的是過胖的 所以在利用 設定格式化條件裡面 有一個 如果儲存格裡面的 只是過胖 那幫我把它改一個顏色 那我一目了然 OK 所以基本上呢 在針對我要的這些人 去 做一些後續的動作 我想會是比較正確的做法